今天是2019年9月4日 1111年前曾经造访的WTF666彗星将与地球再次前沿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天体物理学专家碧关博士 接下来呢有请碧关博士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WTF666彗星 根据古籍记载 这颗彗星具有非常强大的能量 会令部分人体发生非常剧烈的变化 但是我们目前尚不能确定 这颗彗星对于人类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因为1111年对于人类来说 虽然是非常漫长的 剧烈的变化 要是能把我的射绘变没了就好了 变不了的 他能听到我的想法 他是他和我说话吗 我要切换吗 可是他那么有看啊 彗星就是一个绕太阳运动的天体 进入太阳气以后 它的亮度还有形状会随日觉的变化而变化 主要成分 胺 甲烷甲醛 硫化氢 氢化氢 闻起来就像是丑鸡蛋杏仁马尿混合在一起 越动于一块马尿结石 他想表达什么 我现在要给他鼓掌吗 所以 这样一块马尿结石 怎么可能会对地球产生影响 你说呢 我 我不太懂这些 但是专家就是这么说的 所以我最后再跟你说一次 无论今天晚上彗星是不是来礼 都跟你没有半点关系 明天新品不能按时上线 你就自己上天去和彗星作伴吧 原来他是在跟人打电话 天哪好丢人啊 不过这人也太奇怪了吧 狗狗在做手术 他竟然还有薪金工作 人长得还不错 身材也不错 可惜穿衣品味不太好 这黑色高领衫太老气了 他还有这苦腿 准备要下地插秧吗 黑皮鞋白娃子 我爸都不会这么穿 真是太没品味了 我们在白沙发余露 剪了剪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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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想剪掉 我要不要提醒他呀 可是让他话很奇怪吧 你有话要跟我说 我 没有 为了不让他误会 我要跟他打闪 我可以悄悄地过去 然后 哇 师父 我解忆你 我解忆我 我解忍你 我解忆你 咱们 真逆 这就不利 我解忆我们 我解忆你 我解忆你